强烈热带风暴拍布进一步逼近本港 天文台今年首次发出一号戒备讯号 稍后就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讯号 下午六点钟拍布集结在本港以东 大约29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 直吹广东沿岸 我们的记者李卓文现在就在尖沙咀 卓文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其实现在雨势已经缓和了很多 但是风势就越来越强 我们可以看看海面 浪都挺大的 而能见度亦比下午明显减低 天文台就说 稍后会考虑是不是发出三号强风讯号 又估计拍布明早最接近本港 有五秀华报导 拍布逐步逼近 本港的风势雨势下午逐渐增强 没有带遮的市民最狼狈 汽车走过浅气的水发也不小 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半发出雷暴警告 又曾经在大澳陆岛时速超过90公里的震风 天文台说 逼近香港的热带风暴拍布 过几个钟头显著减慢 但是稍后仍然有可能改发三号强风讯号 但是受到西北太平洋的另外一个热带风暴 蝴蝶的影响 它的移动速度显著减慢了 天文台将会在今天黄昏至今晚 有可能需要考虑发出三号强风讯号 它会在明早早最接近香港 所以市民应该尽早做好一切防风措施 就算天气未转坏的时候 都要离开岸边 至于会不会改发八号热风讯号 天文台就说 由于拍布受到蝴蝶影响 所以暂时很难估计 教育局发言人就说 如果天文台改发八号热风或者暴风讯号 明天的中六收身程序阶段 就会顺言 亚洲电视记者吴修华报道 天文台就呼吁市民 一定要做好防风措施 以及暂停水上活动 我在报道差不多 今天回到新闻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